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经过咱们的不懈努力 战术装备终于结束了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战术装备有什么用 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期详细的解读 战术装备现在有三种 一种是宿舍炮台 还有一种是烈焰炮台 最后一种是爆破机械珠 它们都有五个技能 分别是通用模组和装属模组 左边的技能是通用的 右边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我们把宿舍炮台升到满级后 烈焰炮台和爆破机都会升到满级 但右边这个装属模组就得正定了 每种炮台都是分开的技能 必须得想好发展哪个 强化芯片现在没法获取 还不知道珍贵程度 参加生存之战活动 或者工薰兑换获得 这个生存之战还得8号才能攻心 咱们到莱文近郊试伤害 看看这炮台打一百零几的怪有多少伤害 对了 这炮台会继承玩家一部分能力 攻击护甲伤害加成 还有伤害减免 可惜不能进入血量和护盾 最得要死 刚开始是这样了 后面肯定要加强 每发23点伤害我感觉还行 生命640确实是有点低了 用炮台收留拿着最高攻击力的武器 连力就跟半感人者的技能一样 一手里拿着武器越强 炮台伤害越高 咱们再来是第二种炮台 这种速率慢 伤害也并不高 但特效还挺好看的 这种就是个经理群怪 没有宿舍炮台的使用 宿舍炮台还能打boss 增加一点输出 下一个就是机械猪了 也是我最看好的一个 551点 还是群范围伤害 这个其实就跟自爆无人机是一样的 这三种无人机 我觉得自爆还有点用 其他两种不过是井上天花 咱们来到南西市 撕下这个机械猪 看上皇家能造成多少的伤害 418这伤害大家觉得咋样 我感觉以后会出新的炮台 就像无人机一样 就让我们去抽才行 这样就可以让玩家继续克林了 炮台最后肯定会跟无人机一样 成为王家的左膀右臂 甚至会超越无人机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欢迎分享你的看法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不上 拜拜 拜拜